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大选深娃娃节目 今天我们要来挑战性地讨论一下最新的竞选动态 卡玛拉·哈里斯推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中产阶级经济计划 誓言打击飙升的食品价格 使住房更加负担得起并减少家庭税收 这个计划旨在与唐纳德·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 直接向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选民发出呼吁 然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不甘示弱 立即将此称为价格固定计划 并猛烈抨击其为卡玛拉同志全面共产主义 双方的针锋相对让这场选战更加激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哈里斯的反攻计划 从价格控制到住房改革 全面挑战特朗普 撰稿人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的日益临近 卡玛拉、哈里斯正以一项针对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雄心勃勃经济计划 向对手唐纳德·特朗普发起强有力的挑战 这位现任副总统在首场重大政策演讲中承诺将打击飙升的食品价格增加可负担住房并减少家庭税收以应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压力 作为总统我将专注于为中产阶级创造机会增强他们的经济安全稳定和尊严 哈里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演讲中强调 我们将共同建立我所称的机会经济 一个每个人都能竞争并有真正成功机会的经济 无论他们是谁或从哪里开始 每个人都有机会为自己和子女创造财富 哈里斯的计划包括创建首个联邦食品和杂货价格欺诈禁令 针对那些剥削消费者的机会主义公司进行新处罚 例如他指出面包和绞肉等基本食品价格比疫情前上涨了50% 这使得许多家庭无力承担基本的生活成本 然而特朗普竞选团队迅速反击 将哈里斯的计划称为价格固定计划 认为这将使美国人的生活更加困难 让华盛顿的官僚决定全国各地城市 郊区和农村社区的食品价格 拆除自由市场的必要供需信号 最终导致消费者价格上涨 这是一个多么灾难性的想法 难以言表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一份标题 为卡马拉同志全面共产主义的声明中说 哈里斯的经济计划还包括大量税收抵免和激励措施 以降低购房、租房或养家的成本 例如他提议创建一个新的400亿美元基金 以促进创新住房 并将为首次购房者建造入门房的建筑商提供首个税收激励 对于那些按时支付两年租金并首次购房的工薪家庭 将获得高达2.5万美元的首付款援助 此外,哈里斯计划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6000美元的税收抵免 并将以导塑的成本限制在每人35美元 处方要的自付费用限制在2000美元 尽管哈里斯的演讲充满了希望和承诺 但他并未详细说明这些政策将如何实施或需要多少成本 这一点引发了一些批评 认为这些美好的愿景可能难以实现 尤其是需要通过美国国会的批准 特朗普在哈里斯宣布计划前一天在新泽西举行的预备新闻发布会上 对哈里斯的经济资格进行了猛烈抨击 称他的价格控制提议为马杜罗计划 并将他帮助通过的降低通胀法案称为骗局 哈里斯刚刚宣布解决通胀将是他的首要任务 这将是第一天 但对于卡玛拉来说 特朗普在一张摆满杂货的桌子旁讽刺地说道 哈里斯选择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演讲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这是一个民主党现在认为他们可以从共和党手中夺回的战场州 这要归功于其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和大量的独立选民 北卡罗来纳州的五党派选民现在占730万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一点正成为共和党策略的焦点 旨在让特朗普重新掌权 经济和移民问题一直被评为北卡罗来纳州和其他地方选民的两大关注点 直到最近 特朗普一直被视为更好的经济管理者 然而 上周 金融时报和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的一项意外民调显示 在经济问题上 哈里斯领先一个百分点 现在是时候开创一条新路了 哈里斯在演讲结束时说道 尽管存在大量的怀疑和批评 哈里斯的这一演讲无疑展现了他对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经济的愿景 并将特朗普描会成与亿万富翁和企业高管站在一起的人 他们将使攻心美国人的生活更加昂贵 这场选战的结果如何 我们将拭目以待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里斯的经济计划堪称一剂猛药 终于有人愿意擦亮手术刀 为中产阶级的经济健康进行真正的手术 我们有数据支持 食品价格在疫情后上涨了50% 这些都是人民的切身痛楚 这个计划不仅可以控制通货膨胀 还能够增加住房供应 这可不是什么共产主义 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经济战略 楚天书 你这可真是个天真的想法呀 让联邦政府来控制食品价格 这不就是委内瑞拉的 马杜罗计划吗 你以为可以靠政府的命令来 解决市场问题 结果只会是供应短缺和黑市横行 还有什么300万新住房单位 这些单位的钱和土地从哪来 你以为美国国会就像你的ATM机 谢琪琪 你这样说可是太过于保守了 真实情况是 哈里斯的计划通过税收抵免和激励措施来实现 这不是共产主义 而是经济调控 罗斯福的新政不也是政府介入经济 结果还不是救了美国 再说 这些政策可以减少贫富差距 让更多人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家 这不是更符合美国梦吗 楚天书 罗斯福的新政是二战时期的特例 你居然拿着来做比较 简直是笑掉大牙 今天的美国可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 政府过度干预只会让市场失去活力 你说的那些税收抵免和激励措施 听起来不错 可惜现实是 这些措施往往成为大企业的避税天堂 普通百姓根本享受不到 哈里斯的计划 只是在造一个看似美好的泡泡罢了 谢奇奇 这种说法好像忽视了很多成功的先例 比如加拿大和北欧国家 都有较高的税收和社会福利 这不就证明了政府适度干预的可行性吗 哈里斯的计划就是要在美国现有制度内进行调整 并不是要推翻自由市场 你老是拿共产主义吓呼人 实在是缺乏创新思维 楚天书 你这模说倒是很有幽默感 拿加拿大和北欧来比较 这些国家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能和美国相比吗 再说这些国家也在为高税收付出代价 经济增长率远远落后于美国 哈里斯的计划听起来真是美好 但在实施过程中会有无数的障碍和意外 最终只会让美国的中产阶级更加艰难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